按钮 那既然讲到这边 我想按钮也顺便做出来 按钮呢 按钮是用哪一个 这边你自己慢慢看 这都不是长得像按钮 对不对 下拉式方块 然后清单 核取方块 选项按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切换按钮 好 反正有很多种 你看这边还有命令按钮 命令按钮 我们呢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命令按钮 然后这个是切换 切换 就是往上往下 上一笔 下一笔 到上面一点 到下面一点 这叫切换 好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按钮 好 然后直接这边点一下 把它取名叫做什么呢 把这个按钮啊 它的名称 名称要改两个 这个是它本身这个按钮的名称 好 我们要取名叫做什么呢 叫做new嘛 对不对 new 然后呢 b enter 可是这里面的内容 这个caption caption 好 它所呈现那个value啊 它 不可以叫这么长 因为你显示这样子的话 别人就不知道要点这个按钮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增 新增 按钮 接下来呢 ctrl键按住 然后再复制出来 第二个 这个叫做什么 清除 所以 首先第一个 这个按钮的名字要改 改成叫做什么呢 改成叫做clear 然后b enter 这个caption 改一个名字 叫做清除 清除 清除的意思就是 到时候呢 我就 直接什么 直接 把这 填写好内容 清除掉 请你先做这六个 而且请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 就是 name name 这后面这个 像清除这个 你打错还没关系 好 对不对 可是这个名称 不要打错 好 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练习 定义文字方块 以及按钮 我们来点赞 接着 简单 可能 方法 请不吝点赞